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段的藍滿精選 最近出少過影片, 考試週 不同上個月出得挺爽的 所以有些東西跟得不太足, 今個月不好意思, 跟大家說聲 今次我會跟大家看看 星期三的心水, 第三場的五班1650 今次我會轉換新的玩法 在拍這條影片的時候 會跟大家說說每一隻馬略略我自己怎樣看 然後再跟大家去分析我自己的心水 因為我每次在留言 都會有人問和其他馬略略我怎樣看 不如我就很概括地簡單 每隻馬都有一點點看法給大家 然後我就會集中去分析我自己的心水 一邊看神粗片一邊說 每隻馬都可以帶到一點點 讓大家不用每次留言問 如果大家喜歡我這樣安排 記得幫我按讚 在這個時候, 先點個讚號 點贊這條影片 我也有看你們的留言 你應該進來就趕心水 不要有那麼大的勸 立刻開始說 開門見山 這個時候先看看第三場的神粗片 好, 先看肇囊中 我不知道要怎樣跑 狗檔你對的話, 我怕會被人頂 試圖其實不容易流 這隻馬 夠不夠捕捉這場 要想一下 這個檔案是難跑的 無敵精英 其實上次是賺的那隻 所以五、六位 入到直奧飛出去外面的有利跑線充 我覺得上次是賺了的 的而且確不是美麗多營塞 他不會有play的 分有點盡 那叫做keep 所以還能保持泰是很好的 活躍的 但是分呢 我覺得不容易再贏了 好, 飛騰追 那些未交代的馬 上次賽前 在旁邊的方仔 就是那一局 其實方仔將那些 銀進、喜望區 還未交代的 戰意很好 現在贏了 上次有贏了 萬步速 前置跑法 極速之子 S之星 我覺得 這個八檔 不知道怎樣跑 這些馬 網空沒那麼好 樓又要看巴道怎樣洩 也考功夫 你說閘的事不太好 這隻馬 不走 但到場上會吃 跑 上次也有衝 不怕告訴你 上次我也有買 那我想 冷冷的 拖著 這隻 會好 閃妙將神 其實我覺得 這麼大隻馬 這麼長身 這些馬 是沙田 好多跑馬 所以沙田 希威森 我買了 現在跑跑馬 有排外檔 其實這些馬 轉急彎 我覺得 不太擅長 所以 會打折扣 這方面 軚就能保持 其實跟季中好的時候 是差不多的 中華 我只覺得 他的閘 已經很不穩定 是不可靠的馬 我上次也想 拖著他 希望 閘傷也好一點 怎知道 是慢到 矮爛的出來 那你現在跑跑馬 也不說跑馬 也不說跑馬 貴尾的沙田 有跑馬 也好 你一個集商不穩定 你怎麼買得到手 那些風險很大 這些馬 美麗多營 這些不是上次塞了 你看他 不塞 這次有 但是那些塞車馬 十居其七八 未必 是下場給你的 有可能 那一隻馬 是力短 你知少少 塞一塞幫他 或者 走光 怎麼會馬上還給你 熱了 嘛 論操練 少有拍跳 太太沒問題 操練都可以 亞洲力量 少少失望 上次其實 你有留意他 跟著那隻飛騰錐 一起衝 但他完全被飛騰錐彈 大家都是五班 都有班底 我覺得上次 他有少少失色 下馬地沒有問題 他也會衝得近 這場錄檔 我猜會拍著 是無敵精 看看是否這樣 塞在六十位 看看是否會不會 稀少少 乖修浩俠 因為急口 不太多 所以內圈要逐一腳 是辛苦 正常 我想這場 不會像他貴中 有一場 鋪門輝跑 射得乾 因為有個漂亮 那一場 是外擋 被騎手 搶了口 那隻馬 領航轉旗 我覺得是 彈定了那隻馬 這個防水冷罩 是較適合配備的 那這場 你看到他也輕鬆 拍了一隻 泥地挺好的 連連有福高班 看看 雜商如何 因為這晚也是 有時候會慢雜 第二次拍谷草 要看情緒 天時明區 我自己會擔心的是 上鋪 跑完之後 是比較多 因為這次我看到他 上個禮拜四條件 草地埋門 他只是內圈量 以往是會跳的 恆尊之寶 也就是這樣 跑得太密 又不游泳 不是太完整 好了 第三場 分賣 這場馬我覺得均勢 但有些馬我覺得見盡了 我自己搏 搏一隻十 領航轉旗 當然 剛才說過 他可能是一隻 平時有些急的馬 要看看臨場 他自己會否是 敏鎮 有很多行 這樣就不太好 但定的話 我覺得這馬是要搖 三樣東西 好 第一個就是 剛才我說過 神操是定了 沒這麼急 調適了配備 如果你對比 他剛剛轉為正進位 其實他在 大圈條 用過很多不同的配備 頭罩也有 然後 交叉鼻孤也有 那時候 在1月2月的時候 跳 馬是比較急 即是頸子 比較癢 而且 他比較難操控 他要開一點 快一點的時間 會走得順 也是一貫重口的性格 但是 你看到 他從3月開始 轉了防沙眼罩 之後 其實馬是定了 沒那麼急 譬如說 我開一貨給你看 這一貨 一貨 12月30條 那時候有交叉鼻孤 頭罩 頸子打得比較癢 一點 那些火 叫做好一點 有些 其實是跳到 我覺得是 過癢的 這些跳慢時間 你看 你看 你看助手 是 都 捉得很癢 很小心翼翼 定得很漂亮 才叫做頸子 沒那麼緊 但是還是急 是吧 整個人是坐在後面 所以那時候 我覺得 還不可以 還不夠配備 而且要跳快時間 才叫做 22.8 要跳 那些火 1025.3 你看看 那隻馬 都很癢 頸子 你看看 那麼 到3月中 他轉了這個配備跳 開始 其實 你看到 都是有點急的 這一貨是防沙眼罩的 3月頭 3月2日第一次用防沙眼罩 那時候是防沙家頭罩 OK 好了 去到 今次賽前 跳 或者其實上次賽前 跳 都是 只防沙眼罩 然後沒有 卡叉 卡叉被孤 只用頭罩 兩樣東西 那麼 那 你看這隻馬 是鬆了 鬆了 不然是頸子 你看助手 之前要向後 左一左 這隻馬 完全是不同了 這隻馬 所以是有進步的 在神操是放鬆的 這個配備適合他 我覺得 鄭俊偉是適合我配備的 然後 第二樣東西就是 這隻馬 其實 是一隻力很短的馬 我覺得他轉谷掃短直路 是有些東西給我憧憬的 那 論血統 你不用怕騰著屎仔 看媽媽那邊 其實 都是中距離的馬 所以我覺得 他在1650的性能方面 血統 是OK的 沒問題的 那再加上就是 他其實 記得以前是沈殺城那裡嗎 我經常說 喂 隻馬塞了 我記得有一次塞得很離譜 再加上來看 好像是 113 22年 我不是說 那場什麼對手 你看那些沒用 現在都減低這個分 即是不明隻馬 喂 健康是有個事 才搞到你這個地步 你看一隻領航轉旗這一場馬 要看的就是 有一個直到失去一條 整條直路 其實不止這場 失去之前也有一場 就是 隻馬是 沒了點網空過的 那好像 沒了點網空過 都衝得挺厲害的 問題來 隻馬打開了 又不是說很多 試過 下局 明輝跑 一早被他網空跑 喂 回來了 那隻馬 對 所以這些馬 其實 我估計是二三百 要掌握很好的法力點 那既然要掌握一個好的法力點 讓這隻力短馬發揮 轉為跑馬地 轉直路 那可能會對 那不如看回 這場馬 先看看吧 10月23 是二二年的 看看石馬 所以我剛才說 我說什麼是多人的時候 都說這些 所謂的 塞車馬 你下局 真的不知道是否立即還給你的 因為什麼呢 一來 那些馬力短 可能塞得好一點 好像中環天下 有時候塞得好一點 要是說 喂 是否真的走光後 下局這麼正氣 又打招 還是打招 因為這些塞車馬 剛剛大千眼界 其實也有這樣的味道 所以 這些塞車馬下局 是否立即買 我覺得 直撥率是很低很低的 好 看看領航轉期 這場 失足大半條直 沒有一點望空過的 你看 這裡 給我一隻長長友 有挨挨夾夾 有些人想跟著一隻 六頂記相 外面精彩生活 這條影片很久 很久 又頂著出不來 六頂記又頂著出不來 嘩 好像很厲害 你看幾部 是吧 撲傷 但是這些馬 是唐衣陷阱 擺明是屬於力短的一梯 你塞一塞它 可能更好一點 因為之後 試過下一局 狐人輝跑 上三四位 入到直路 其實大半條直路 網空了 要過六頂記 都過不了 所以這些馬 是力短 不是那麼厲害的 馬尼尊尬是跑馬底 欠弱點的對手 還有就是說 短直路 可能 他就是跟他衝了200 這樣會好好發揮 我覺得 所以我很喜歡他轉為跑馬底 雖然是要跑夜馬 這個要臨場看情緒 另外一件事 但是跑馬底 短直路很適合去發揮 第三件事 不如再看他的跡 其實 這隻馬 轉了回鄭俊偉 之後 第一局馬上氣管有血 然後又試過萬閘 每件事 其實你看到的配備 慢慢慢慢 在摸索 因為 其實 300 那場 鄭俊偉第一局 他不是初戴了交叉被窟 但是 那時候 最後沒有兩貨才做交叉被窟 他是在試配備 這些不能作準 然後 除了交叉被窟 又換防沙 好 你看到的配備 不動了 OK 因為這隻馬真的定了 所以他不動 然後 上次試了一場 1650 泥地 勤雀屎仔 泥地 沒那麼好 草地一定是好的泥地 試完一場泥地 1650 好 這次又轉回谷1650 首先 他來了鄭俊偉 跑四場 第一場氣管有血 忘記了數 然後兩場跑短 陶路是嚴短的路程 我覺得 在這裡摸些配備 不要管 上鋪 繼續防三 不轉配備 我想 在鄭俊偉心目中 配備較適合 然後 上鋪 因為那天 飛沉追贏的那天 有利潛指 這場還要很慢 補足 頭三奪滿了一秒 前置馬好好 所以已經用猴王再出 蝕不起那三大彎 因為那場也很賺 那隻 亞洲力量 也是 省著一條欄四五位 進了一條欄很早 跟著飛騰追衝 只不過是被人彈掉了 領航轉旗 又兜大彎 又成 回來跑到第六 我覺得 他不是衝得特別厲害 但是外於 補足形勢的問題 再加上 那天不利的跑道形勢 所以呢 跑得較差 這場馬 我們都可以看 我們很羨慕的 這場馬 最速那隻 那你說今場 我是不是想用這樣的跑 當然不是 來到季尾 還跟大後想 你不要忘記 剛才我說過 潘明輝有一場 追來追去 都過不了那隻六頂幾場 是去年 前年 二年的一六四場 21月12 沿途 首二疊 第四位 跑到第二 這隻馬 其實是有條件 跟前一點 你這場有一個二檔 你當然不會像上次那樣 虧 今場 希望守到 怪獸、蠻合 後一格 五、六位 或者 怪獸、蠻合 和飛騰追 後一格 的五、六位 即居中 這些位 今場如果有 怪獸、蠻合 和天使命 他兩隻排著走 飛騰追跟著 再加上 就是 超王中 九檔都會走上去 那看看會不會 正常一點 不會太快 正常一點 正常一點 等這隻 領航傳奇 五、六位 追兩、三隻 居中的跑法 不會太被動 當然希望 臨場程序 穩定 集商出到 最近還可以 但 不要像貴 貴中 所以今場 我就用一個 薄薄下心 太薄下石 只剩下27分 領航傳奇 我覺得 其實 禁方是不錯的 這段影片 先到這裏 多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知道 我今次的影片 的分析 希望大家記得 點贊、按讚、按讚 我們下期再見